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去讨论国际 以及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 第一位是退役中将 双昊明将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国际政治专家 蓝岳谦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好 政大文教系教授 吴崇涵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看看在国际 跟国内的各种议题里头 被关注到的 还是中国海警船 在金门海域所发生的状况 这个是昨天自由时报的消息 说16号的时候 中国海警 曾经两度侵扰金门水域 因为前阵子我们都在说 哎呀他都没有进来内海 国防部否认等等 这也是我们主动发布的 说有两度侵扰金门海域 我们有加以监控 怎么做呢 根据海巡署金马鹏分署的说法是 全程海巡艇 一对一并航监控 全程中文加英语广播来示警 立刻就笑了 为什么 搞不好有老外啊 收正要把它驱离 那最后他们强调 是因为这样的近距离的监控之后 让对方离开了 短暂越过海峡中线 实行了30.5个小时的台海巡航 很久 30.5个小时 好 所以还有一个消息是 台湾海海到底安不安全 德国第一次由德国海军少将 数字说的 即将在有两艘德国军舰 有可能等待柏林命令之后 9月份 大家本来关心9月降息等等 他居然还可以预告的 9月份可能是否要穿越台海 其实也没有说已经决定了 还在决定等待柏林命令 如果真的穿越的话 将是德国海军 22年来的第一次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预计是要停靠东京的 访问南韩跟菲律宾的 还要参与法国 印尼 意大利 这些地方的联合演习 所以如果路过台海 这样也是很有意义就对了 那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特别回应这件事情说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关键在于坚决反对台独 那么一贯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 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跟安全 其实如果说他真的要航行 就直接航行就好 现在预告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在测试水温吗 还是我不知道 他们反正也还没有做出决定 行动也还没有展开 但是在德国这个紧张的中国原则 过去有几个例子 可以来观察一下 当加拿大在2023年9月 加拿大的军舰 结束东海演习之后 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立刻中国在隔美几天 7月11号的时候 接下来7月11号的时候 就有四艘军舰现身 去航行美国专属经济海域 或中俄轰炸机 现中阿拉斯加美加战机的联合拦截 英国也是一样 今年说低调穿越台海 那8月10号 就有英国皇家海军监视 英国水域 往返俄罗斯的中国军舰 马上英国军舰说 两艘中国军舰就在这当中 一直密切监控 罕见还穿过了英国的水域 往他们的海域走 等于说低动我就动 那我也不会客气的 这样的概念 所以德国有可能吗 如果真的也在台湾海峡 自由航行的话 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军舰 正在等待着 解放军等待着 来路过波罗的海来示威呢 有没有可能这样情况发生 当然有一个中飞舰的冲突事件 是比较有可能擦枪走毁 有没有可能再引爆成更严重的 这个国际上的纠纷呢 因为呢 是在昨天发生的 凌晨三点多发生的 渔船碰撞事件 不过这次是海警船 中国的海警船是公开指责 菲律宾有两艘也是海警船 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允许 就非法的闯进了南沙群岛 仙兵礁附近的海域 结果四点多的时候呢 又是互相砍话之后 直接冲撞了中方海警船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的说法是 非方主动的 发生了差状责任完全在非方 到了六点钟 中国海警说 这个不顾中方反复的警告 再次的闯越了中国南沙 仁爱礁附近的海域 那目前当然是只有中国方面 释出的影片了 那菲律宾呢强调 他们是尽管建船受损 还是完成了岛礁运补 维护主权任务 这个冲突没有人员伤亡好险 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这当中是不是有牵涉到主权的问题 那要怎么解决 还是赚完就算了 不知道 那中方当然非常高规格的去严厉的谴责 认为侵犯了中国主权 但是菲律宾方面呢 也是谴责啊 那美国大使甚至公开的嘉怡 站在菲律宾这边来谴责 他说他谴责中国海警人员 在掀兵沙这附近的危险行动 认为是危险的 危及了非方人民的安全 那双方有各种防卫协定的 那如果真的这一艘海警船 是海警船 发生状况的话 那美国的态度该怎么做 相关专家有分析 非方的意图是试探中方的底线 底线是什么呢 可是会不会误判的形势 反而这种挑衅 造成了更高的可能发生 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 将军我们先看看 最近常常有这个 不管航行啊 或飞机军机 跟海海中线穿越的 这种常态的状态 那以最新的这个状况 您怎么看呢 照理讲 不管是德国也好 英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他们都属于北约组织的 那美国在全面 这个抗中的这个姿态之下 应约而来 但是他们并不具有军事的威胁 那么这些船就跑到这边来 参加一个像我们船上远航一样 到日本跟其他国家军舰交流交流 那么主要就是宣示 停美国人来自由航行权 所以有这种基调在里面 中国大陆也不甘示弱 那我也派船到你英国那边转转 到你这个其他国家面前去转转 日本去转转 也是说你既然用自由航行权来宣称你的行动是合法的话 那我也可以到你们的外海去 像阿拉斯加了 这个关岛了 夏威夷附近都出现过中国军舰的这个行踪 这是一个绅士上政治上的一个角力 但是真正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高 但是对菲律宾这个问题 那摆明的就是碰瓷的事件不断 他就是给你仗的你不好动手的状况之下 那马德雷剑已经是搞了几十年了 现在在仙兵交又搞两条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长痛不如短痛的话 既然你是拿到美国来唬人 说因为用美国菲律宾协防条约 那我就强压你这两条船 把你押送回菲律宾 我看你美国要怎么样 我觉得有时候啊 这个长按的手段还比较容易获得成果 你像南昌舰上一次打开这个火控雷达 就让美国的船飞回去了 菲律宾这两条小船 实不值得美国跟中国翻脸打仗 我相信经过大胆的评估的话 应该不会 但是你就这样子平常检查 人到援出这样没完没了的了 那中国海域里面的岛履很多 那除了仙兵交以外呢 许他也可以搞嘛 这就是小乌赖搞这种名堂嘛 就吃地你不敢怎么样嘛 所以我很早就讲了 长痛不如短痛 你越拿不出比较激烈一点的做法 你是没办法遏止这个状况 变成 因为菲律宾的行为就去勾引越南嘛 勾引其他对南海有伸说权的国家 来迫害中国大陆南海行动准则 其实这两条船很容易啊 派德陆战队跟这个军舰 把他那两条船的马达给他关掉 用拖掉拖的方式把他拖回去 也不伤人 这个行为是可以的嘛 如果这个都不做 那菲律宾这种挑衅是没完没了 这样的这个小家伙呢 你不敢公开打他呢 他就没完没了的搞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大陆 在南海的伸说权就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个必须要采取断然措施 不能这样子一直搞下去 那要说刚刚为什么 我们在讲金门对峙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海巡人员讲中英文 你笑那么厉害 他有没有讲台语 因为我不晓得 中国大陆的渔船里面 是不是有美国顾问 要不然干嘛讲英文 还是有美国美军在监控资讯 我倒是觉得海巡说要准备多国语言 德国船也要来 你是不是要讲多文 法国船要讲法文 这个请赖教授去帮忙 我才帮这个忙 这个加拿大 这些乱七八糟国家来 你是不是要用多种语言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对付中国大陆没有必要用英文吧 对不对 荒唐 荒唐吧 这个是秀我们的能力吗 还是怎样 方语教育 蓝教授 台湾的英语能力没有比较强吧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吹得很厉害 不然你海巡署的官员 你现在开始你都用英文来写公文 用英文来批公文 你这样管吗 来 你都用英文来批公文吧 可以啊 你来做表帅嘛 几句粗话很容易 可以了 几句粗话可以了 好 不管如何 我们看一下 北约的这些成员国 在欧洲部分的 他们是络绎不绝的 都到这个东海来 而且你看意大利的航母也来了 然后再过去荷兰 或是加拿大 他们的船只飞机都来了 我的判断 是美国在北约起的作用 美国在北约的讨论说 我们必须 对外的讲话是说 确保印太的航行自由 但是实质上 就是北约要在亚洲存在 北约要在亚洲展现它的力量 而且对象很明白 也很明确 就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等于是北约的这些国家 这些成员国 他们都在执行 美国在会议中的要求 而且已经形成决议 所以意大利是算里面最诚实的 意大利的外长来到 他的经济部长来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是义务 我们是北约成员国 有这么一个决议 我们是义务 我们一定要来 你就体谅一下 体谅一下 那这个很明白的就把整个都讲出来了 也就是这是美国的要求 而来的国家就是执行美国的要求 也就是追随美国对抗中国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那也就是说有的强悍一点 例如说像荷兰就是很强悍了 就进入了这个经济海域 而且还靠近领海 后来被中国大陆驱赶走 用卸光弹 然后还用这个低空 这个飞行的方法把你硬硬的逼走了 澳大利亚也是很强悍 也是被硬硬的逼走 然后气得哇哇叫跳脚 好 很明显的大陆对于这些北约的国家 采用的态度 对抗的态度都是很强硬 特别是对美国 对抗态度都很强硬 就欲强则强 很强悍也很强硬 我个人认为 这些国家他们不管他心甘情愿 还是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我们不用去管他动机 不管他心态 我们只管他行为 他的行为就到中国大陆来了 那也就是对等大陆 那他们也都知道中国大陆有个传统 而且我觉得大陆要发扬这个传统 而且要形成一个全世界刻板印象 都刻上去的传统 就是礼尚往来 你把他用毛泽东的话来讲 就是今天你到我家来 明天我就到你家去 再用他的话来讲 就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人先犯我 我后犯人 我觉得这些要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 那就是礼尚往来 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在执行 兑现他礼尚往来的能力了 例如说中国大陆的军舰跟战机 轰炸机都可以引进到阿拉斯加了 阿拉斯加对美国的整个军力 会产生牵制的作用 你美国如果一旦攻打阿拉斯加 你美国守还是不守 救还是不救 救你的后勤补击线太长 你的军力都被吸在那地方 不救美国的威信扫地 所以他的领土被攻击而不去研究 所以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战舰跟战机 进入阿拉斯加的时候 对美国其实北方司令部 构成了巨大的牵制力量 另外在欧洲这个部分 当他的船舰去参加军演的时候 跟俄罗斯的军演 然后开始穿梭在英吉利海峡 其实就已经向欧洲展现这个能力了 未来会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 进入地中海 在地中海对于意大利 也到你家走一走 对于法国 对周边的国家也要走一走 在大西洋这个地方 你看这次英国紧张了 法国紧张了 比利时紧张了 然后未来也要到德国的家门口走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到中国大陆来 中国都会以礼相待 也都会回到你家去 菲律宾的问题 我支持这个帅将军 我们的帅大将军的一个主张 就是你对于菲律宾 你只能够越来越强悍 你不能够一直克制忍耐 克制忍耐 你会被解读为软弱 怕事 胆小 我觉得克制跟怕事 表面上的行为都一样 这个要分得出来 是先前登船检查等等的 像这样在海上的中非冲突 已经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平静一些 但是显然昨天又有这起冲突 其实是海警船发生碰撞 那这是不是代表菲律宾某一种态度 也还在转变吗 其实这次的事主是仙兵礁 仙兵礁我们以前叫仙兵暗杀 然后中国大陆称是仙兵礁 然后菲律宾叫做艾斯科达礁 它是很靠近仁耐礁旁边的一个礁石 我们叫低潮高地 它那个低潮之后 水面会露出那些石头 那这次是菲律宾有两条海警船 4410跟4411两条海警船 它要去仁爱礁做运捕的时候 冲撞到这个中国的海警船 然后破了洞 是我们常讲美济礁 美济礁 这个是中国大陆已经在这边完成了 所有的舰岛造礁 还有跑道的设备 再往菲律宾过去一点 这是仁爱礁 这个是仁爱礁 仙兵礁其实更靠近 这个巴拉旺岛的地方是仙兵礁 所以基本上 它的整个地位就是仙兵礁 仁爱礁 然后美济礁 那这个地方是整体中非 在过去20年来 不断在所谓的海洋冲户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为什么仁爱礁这么重要 刚才将军提到 仁爱礁是这一年的重点 为什么 马德雷三号 我们讲的二次大战的一条破船 有人说今年暑假要沉 我听过有个学者说 今年暑假要沉下去 它没有沉 它没有沉下去 但是它一直往下降是没错 但是菲律宾要不断往上面运捕 因为上面有飞国的水手 海军在上面 所以他们要运捕 所以每次从菲律宾的船 要去仁爱礁运捕的时候 就会跟中国大陆的海警做个碰撞 发生所谓上次有那个斧头帮 砍到有个手指断掉 那这一次呢 这个在仙兵郊附近又发生冲撞 那接下来这个所谓的冲撞 似乎是越演越业的趋势 那我们要看说 那这个整体的整个作为 我们该怎么样去解释 就是当菲律宾 他们在小马可市政选 过分亲美的结果之下 他们觉得他们对于这个 整体在他们家前面的礁石 他们一点也不想让 当中国说我们九段线 后面有人加码 对 我一点都不让的时候 菲律宾说我一点都不让 问题是九段线 它是划到巴拉旺岛前面 这些礁石全部是在九段线里面 那菲律宾你要如何去跟中国 运用更多的智慧来谈 而不是用冲撞 我要再举个例子 今年还有一个问题是 菲律宾提出海域法 他在所谓的东门交 跟美济交附近 他依照联合过海洋法公约 他给你划什么 划领海 划经济海域 问题是这有用吗 你没有跟中国大法好谈 你划那个海域 他说你只要任何人 破坏我们的法律 破坏菲律宾法律 要罚60万到100万美元不等 那请问你罚得到人家钱吗 我很好奇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菲律宾他必须要拿出 更多的想法跟诚意 如何在这个岛礁的争夺上面 避免这种小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冲突会升级 未来如果升级到区域型的军事冲突 我想两方都不想见到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中对抗从区域的地缘政治开始 在越南的部分 最新的消息来自于 越共总书记苏林访问了中国大陆 刚开始大家在等他们见面之后 会有没有一些消息 一些画面照片等等可以公布出来 结果访问了中国感受到两个人见面 结果想不到双方的媒体还在比较 到底谁先发出来 是由越南的媒体率先发布 由习近平见了越共总书记的像这样的画面 19号上午建的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面的广场 那这一系列的照片是越南新闻率先在社群平台X上面发布的 让旅美的中国时评员还说 看看新闻联播有没有更多的特写镜头 不明白新华社为什么压着照片不发 偏偏要等海外发照片 当然这个双方的关系其实也是重要的一步 对越南来讲中美之间它如何取得平衡 那么尤其是见了面之后即将发表联合声明 那重点在于双中方表示 愿意跟越方表示保持密切的战略沟通跟高层交往 坚定相互支持这个概念 一带一路呢如果跟越南合作下来 当然就是两廊一圈 包括了铁路高速公路口岸基础建设 那智慧海关等等 这个所谓产业供应链打通到越南之后 就是整个一带一路打通到了这个东南亚 这里的重要的陆路跟海上的交通路线 所以总书记越南总书记的苏林访问 寻求的是什么 表达是寻求跟提供软贷款跟技术发展交通基础 讲得很白 也同意跟中国加强国防哦 跟保安相关的联系 十四项的协议涵盖了铁路到鳄鱼出口 通通也就是说消费务私的出口项目 跟铁路的基础建设都谈 那么对于越南来讲 他看的是什么 中国一带一路跟其他国家共同的合作 进出口的总额已经超过了19兆美元 所以接下来也要看跟中国大陆 可以有什么更多的合作 可以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 当然这当中的关系也蛮微妙的哦 越南柬埔寨之间也有一些紧张的军事的关系 所以苏林上任之后一上任就立刻往中国大陆去出发 代表了他对这个地方的重视 那么也更是抗衡了美中日之间的距离 但达成一个区域的平衡嘛 当然苏林9月也要访问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到时候可能也会跟拜登见面 不过现在见不见面 拜登可能大家各国也没那么重视了 但问题是不买越南重兵集结运河 柬埔寨这里动作很多 所以这才是越南很重要取得平衡的原因 柬埔寨正在试射火箭弹 我们看到这个火箭弹的试射呢 刚好就是在越南德重赴南运河开工之后 边境集结兵力 那这个兵力呢 让柬埔寨这边有点紧张 所以显然这个示威的概念蛮深的 就是要用试射火箭弹 来表达说他们对于双方拒止关系的重视 那柬埔寨在运河 这个为什么引起这么多的关注 当然跟一带一路有关系之外 更重要的是这个运河长 180公里是耗资了17亿美元 而这个运河呢 更重要的是这个德重浮南运河 跟中国近来在柬埔寨 什雅努湾港口 这里重新修建的云壤海军基地 看到了吧 海军基地这个部分基地有相连的话 外界就很多联想了 所以中国的船舰军事设施 将会从仙罗湾进出到这个运河 来一路往外通行的话 畅行污阻 其他西方国家当然担心安全疑虑 可是越南担任当心 跟越坚强的关系之外 他也表示还要跟中国大陆 进行国防的合作 所以这个多边的关系 当然也值得外界来关注 西方尤其美国一定也是蛮担心的 将军怎么看 首先为什么照片发布有前后 这个一方面就 中国就在摆出一个姿态 是你有求于我 我不先发布 因为你急着要发布 我证明你跟我关系很好 我不做回应的话 还有点保留 第二个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中国跟越南之间 还是有矛盾的了 不是没有矛盾的 因为越南搞阻止外交 就好像那个女朋友脚踩两头船 跟另外一个男生 又来来往往 一样 从往哪去 从哪 因为他就是阻止外交两边讨好 所以中国大陆要 你要跟我好 你就表示坚定一点 那我才愿意投资 你的铁路 你的高铁 你的公路 因为铁路到哪里 公路到哪里 就发财 但是越南又担心 你在缅甸这边搞运河 因为越南跟缅甸之间 也是有问题的 那中国大陆一定会盖 这180公里的运河 对云朗基地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往印度洋去发展的话 这个海军基地一定是很重要 所以越南又希望接受中国的援助 又怕柬埔塞对它的一个威胁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边境并不安定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政治矛盾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说 我的投资在这里 我的技术在这里 你的希望在这里 但是你这个阻止外交 你的分量你自己颠一下 你不要被美国 因为中国大陆也担心越南把金兰湾 亚庄 县港 这些具体给美国所用 那对中国大陆极为不利 因为越南的国境线是很长的 几乎在沿海都是它的土地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再配上菲律宾 两个一起来搞中国的话 你南海的一带一路 一开始就断了 还没到南海就断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双方都有暗中要挟对方的条件 对吧 你逼我极了 我就跟那边靠一点 那边你逼他一点 他往这边靠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政治的艺术了 那这个越共的书记 当然第一个要跑大陆 因为很现实的 美国不会拿钱来支持你盖铁路 也没有那个能力来支持你盖铁路 这个大力当前 钞票是最现实的 经济发展是最现实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会示好 但是美国这个朋友他也不能丢 因为他也是夹着这个 可以保障他的安全 跟他的 跟人家讨论的一个 筹码 筹码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看起来是矛盾的 骨子里面 这个小国家必然是这样做的 所以就看双方怎么样去演化这个关系 是 来老师当然可以看到 越南总书记苏林 他一上任就立刻往中国走 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很清楚 一般来讲一个新任的国家元首 或是最高的权力领导人 那么出访的第一个国家 就代表他最看重的国家 那他上任没多久 马上到北京去访问 就代表他对于中国的看重 排在他的外交的第一优先的地位里面 也是最看重的 但是问题就是 有一些国家他本身不稳定 他们的政治人物也不成熟 所以对于大陆来说的话 他也要去摸清楚了解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举个例子 像习近平去他上任 2013年的时候 他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就到俄罗斯 你看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一直走到现在2014年了 一直很稳定 而且是越来越好 可是你看小马可思刚上任的时候 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中国大陆 刚刚选上 春假的时候 就圆夜就到大陆去访问 然后签了很多合作协议 其实带了一堆礼物回家了 然后回来以后 美国的高官来了 没有多久以后就翻脸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不稳定 那越南过去的记录也很不好 在越战的时候 中国大陆帮越南不少忙 不然越南有怎么有可能打败南越 完成统一 可是你看一旦统一之后 他第一个 那个抛弃的 就是中国大陆 拥抱前苏联 而那个时候是 大陆跟苏联是对抗的 他让苏联 进入 海军进入金兰湾 你看 然后中越后来爆发了一场冲突 你就可以看到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跟菲律宾事实上是有若干特质是相当的 然后你也再看一下泛民证 那么前几个月才到北京去 到北京的时候大骂美国 说美国威胁他 他才不吃他这一套 然后希望中国大陆帮他盖高铁 没有拿到以后回来 然后就翻脸了 就到联合国申请那个大陆架的问题 而且上礼拜才跟菲律宾举行 这个最大海警船的联合警巡 而且就在南海针对中国 这就是越南 那你现在这个北越的这个领导 因为他们的派系很复杂 那你这个北越的领导人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你有多少能耐 所以我个人的定位是认为 这一次中国大陆接待他 第一个是以礼相待 第二个呢 是认识之旅 就是认识你这个朋友 认识 能不能成为朋友还不确定 观察 因为他们以前比较熟悉的是软负重 而且是好朋友了 所以软负重在越南 它能够起了一个平衡的作用 例如说当南越的官员更多的时候 他又要亲美又要反中的时候 那软负重还可以有点力量来维持 那现在这个苏林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志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 我觉得现在是在了解掌握的过程中 吴老师 苏林是接替软负重 成为这个四支柱 越南有四支柱 他其中有三个就是四支柱 总书记 国家主席 还有军任会主席 那他之前爆出一个 比较有趣的新闻是 他2021年去参加 那个英国的时候 全世界气候变先大会 被那个撒盐哥 邀请去他的那个牛排馆 吃高档牛排 你知道撒盐哥就是那个 这样撒盐的那个 很远的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他去吃了 吃了之后越南人民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允许你这样去吃吗 这个是很大的新闻 这一次苏林他一上任 像赖老师讲 他立刻去了北京 当然就是谈一些条件 谈一些交涉 做生意 但是他也去了哪些地方 他去了广州 广州是一个非常重要 对越南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因为我们知道胡志明 当年在广州 办了报纸 也办了革命青年社 在那边训练培养 越南的革命青年 所以广州跟越南 有很大的源源 那当然这个 他也去了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里面有一个 越南的爱国烈士 泛洪泰之墓 他也去那边祭拜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他去有很多意义在 包括一来是要连结 跟中国的生意 二来要把文化很大 中越友好 做出中越友好这种感觉 那其实中国越南的 整体商业贸易 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知道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今年已经超过 大概1400亿美元 比去年成长的快20% 一到七月1400亿 会突破2000 会突破2000 他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韩国1000亿 第三名是日本500亿 第四名是我们台湾 我们大概是110亿左右 跟越南的投资 所以越南前四大 中国是第一大 所以为什么 苏林一上台 立刻就是 我们要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 那当然他除了去了广州之外 我们也知道 其实越南跟东莞 也有很好的关系 因为东莞很有名的是 我们知道香 成香 就是那个香料 木头 东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出口港 因为东莞有一种木头 叫管木 那木头是很香的木头 越南人很喜欢 所以他们把这木头 从东莞运到什么 胡志明 过去只有东莞到越南海防的这个航线 他们今年特别征批了 那个从东莞到胡志明的运输航线 就是要运这个所谓成香 这个很香的那个木头 香料 很贵 很贵 然后去越南 所以我想他们在除了一带一路的合作之外 商业的往来 甚至我们讲接下来 越南有组织外交 他其实对中国的贸易 他们不愿意放手 但是他们在南海问题 又跟这个美国 美国走得很近 所以他们在做避险 我们以前在讲避险 就是两面讨好 竹子这边 竹子风 刚才讲的风在吹会摇摆 可是它的跟很硬 他们认为越南的外交 有他们的根深蒂固的精神在那里 不容易松动 但是呢 当美中两大强权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两边可以都维持好关系 不然你看欧巴马2016年 去那边吃河粉 河粉外交 越南人就鼓掌啊 对不对 那现在有竹子外交 中国大陆去那边做生意 越南人也欢迎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越南人他们 与其讲他们是墙头草 不然 讲他们还是有务实的一面 但是他们国内反中的情绪还是有 国内反中的情绪还是有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看看俄务战争最新的发展 但乌克兰既然打到俄罗斯境内之后 现在到底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真的对乌克兰的战事是有利的吗 泽伦斯基说目前已经控制敌方1250平方公里的领土 跟92个现在翻译正确了定居点 不是说village聚落是定居点 那他强调这次行动已经成为我们从俄罗斯俘虏手中解放乌克兰人的过程最大的投入 尤其在最近的一次行动里 他说抓了很多的俄罗斯俘虏 这个克斯克战场 库斯克战场的有三个桥 现在全部被乌克兰炸了 这个是来自于乌克兰 俄罗斯也证实的 这三座桥 16号先攻击了这个 格什卧镇这附近的桥梁 18号又摧毁了一座 然后19号又摧毁了公路桥 这三座桥摧毁下来 这个各种的军事专家分析 是不是呢 东边乌克兰部队 西边北边包围 那南边是乌克兰国境 这样子的话 乌军是要往中捉鳖 会大举的俘虏 这个地区所驻守的常态的俄军 当然他们都不是精英 是这个地方 这个居留定居点所驻留的驻军 那当然就武力各方面也没有那么强大 那使用美国制的海马斯远程火箭炮 就火箭炮 但我们想说那这样他会不会也是一样无法撤退呢 那他有撤退的可能吗 还是说临近这个桥 对他们自己来讲 是谁被瓮中捉鳖呢 拉斯附罗夫说 普京明确表态过 在乌克兰对克尔斯克进行攻击之后 甚至他认为是入侵之后 现在任何和平的谈判都是不可能的 那总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进攻 让和平谈判的筹码多一些 但现在显然俄罗斯不买单 也扬言一定会加以报复 那么接下来中国大陆的角色也是被关注的了 李强这个礼拜要访问俄罗斯 还有白俄罗斯 关系越来越加深 这个伙伴关系 对于这个战事的发展如何呢 美国是斡旋 在另外一方面 当然俄乌 显然美国并不希望马上停下来 但是加萨就不一样了 那么美国的斡旋是逼着伊朗要和谈 还有逼着巴勒斯坦这边的哈马斯这里要同意条件 但显然哈马斯部分现在还是没办法同意 可是布林肯就先讲了哦 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方案了 就是要逼着加萨主要认为和平 是站在以色列这边比较喜欢的 或比较偏向于他所倾向的角度来进行和谈吗 纳泰雅胡保证会支持美方提出来这个结论 当然了驻军啊 还有这个驻扎的这个控管区 就是对以色列相对有利 不过呢 到底哈马斯同意已经发了声明说 他们绝不同意 就看未来的发展 但伊朗呢 角色 前两天我们才讨论到啊 不是说20小时48小时 到底要不要反击他们的首领被击杀的这个事件 那现在双方的停火谈判 美国表示他们的话语权呢 伊朗强调是美国不是诚实的这样的角色 所以呢 现在一直支持以色列的结果呢 也没有保证到其他国家平衡的各种权利 还有义务的关系 所以卡纳尼再次的宣称 反击行动势在必行 我们不是不攻击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一定会继续进行以色列的反扑跟攻击 但现在怎么攻击 各种前线前情报单位各种的说法 现在真的不知道 说要双方成立热线 热线之后怎么办 伊朗还在寻求中国的侦查卫星技术 一旦有卫星技术的这个加持的话 当然对于精准的打击 各方面的瞄准度 就会大大增强可能的影响力了 那么另外还有真主党秀的攻击地道 这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坦见他们把地道给公布出来 里头有武器 有影片告诉大家说 这里的武器非常的多 包括有还有人可以骑机车穿梭了 还有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卡车 所以有各种的武器在这里展现的是什么 秀机肉 说我们还有各种的影响力 我们的武器都还可以再反击 要威责以色列吗 不过这个影片一字不断的播送之后 以色列则是在X平台上面转载 表示真主党必须被消灭 所以一定要把他们这个地道全部给消灭吗 但是摩萨德系统是不是渗透了真主党高层 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认为情报局摩萨德已经进到真主党通讯网路了 所以才能击杀相关的反对的分子或领导人 那以目前为止目前已经40年来 美国长期的策划已经各种的海军军队的各种爆炸案里头 已经有241名美国军人死亡了 那美国在当众所牵涉到很深的这个关系 接下来如果黎巴嫩再次陷入恐慌的时候 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以控制呢 以离情势紧张 政治党说对以色列要北部来发动无人机攻击 那外界担心有没有可能做进一步更扩大战争 发生的地方是跨境的暴力事件 所以以色列是真的要和谈吗 还是要让这个地方更严重的战争有可能会爆发呢 所以从俄乌到中东都很难平静下来 将军 首先我们谈一下俄乌战争 平良来讲乌克兰这仗打得蛮漂亮 但是我们看这个战争 他的作战目标 战略目标是什么 才可以预测他后面的行动 为什么这样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呢 因为乌克兰前面都在非常艰苦的状况之下 在乌东 在卢干斯克 在乌东战场上吃鱼了 打得民穷财劲 当然轮车司机面临这个困境 他必须要打出一点声量来 第一个争取和谈的条件 争取和谈的筹码 将来和谈 我是不是会用领土换领土的议题 虽然我拿了一小块 谈一个大议题 领土交换 俘虏交换 第二个要鼓舞美国的人心 不是说无效的资源 花那么多钱 要给欧盟的国家打强行针 你看你们的援助是有用的 所以这个战场上你看的展现出来 欧洲的战车 甲车 雷达 美国的哈瓦斯 以及常年九缺的炮弹 在这次战场上都用上了 再加上美国的卫星情报 选择了俄罗斯最偏僻的一个侧翼 做一个突入攻击 但是我要给他很早就讲 他是一个以政治目标为目标的战略规划 就是说我打一个有限目标 为什么会打一个有限目标呢 因为他不具有长城突穿后续的部队的能力 你要想真的微微就造的话 那五百公里可以打到俄罗斯的话 打到这个莫斯科的话 你才会吸引到俄罗斯 要抽掉俄东的兵力 你这次打这么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乌东战场的俄军并没有抽掉 就代表你这个是做不到的 换句话说 问题受限于什么 你没有后续的大量的预备队 可以投入到这个突穿 因为我们做 我是写演习计划作战计划的人 你要有一个突破口的话 能够打开 那后面就要有足够的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的强大的兵力 一直向深远的地区突穿 二次大战的所谓闪电战术 就是这样发展的 它就可以打到你后面的核心 造成法国就是这样的亡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打了这个三十公里的战线以后 马上就开始在构筑防御阵地 代表什么意思 它能力也只能打到这里 它必须要持久 但是它杰出的 这个计划做得很好在哪里呢 它利用了哈马斯的对境外的攻击 把俄罗斯的三个补给线的桥梁给你炸了 就让俄国的真援部队 真援的速度会降低 被困在前线的俄军的补给会受到干扰 这些作为并不是想去全部俘虏地区里面的 因为战争目标里面有消灭敌人有声战力 或者占领敌局的战略要点 这是你规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 那现在看得出来并没有说要殲灭地区里面 所有的俄军的有声战力 那你现在马上得到一点好处 马上转为防御 那就是要持久的打算 这个持久的打算也就争取到将来和谈里面 能不能形成一个筹码 因为如果这块地很快被俄罗斯又拿回去的话 不但没有筹码 你自己的这个弱点就充分暴露 也让欧洲跟美国对你根本就不抱希望 那援助就断了 他之所以集中现在残余所有的精锐部队 孤注医制的投入呢 就是要这一块地被他占领了 达到说你看你俄国到我家来我也到你家去 我现在还是有能力做攻击式的作战 这就是我讲的政治性的战略目标 所以你看他后续的动作 他已经开始在防卫了 如果这么一千平方的地 他都守不住 那这个前面的战略目标就没有了 的确也很难守 因为他打的是八十几个战居点 那个点都很小 不是城镇 城镇的话还可以持久一点 这个居民点就是散居在地方的小村落 还不构成村庄 所以问题他建立马上加攻势才能够守得住 因为他的部队也就万把人 很显然就暴露出 你没有强劲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有效战力 你把所有西方国家给你精锐的武器 包含外国的佣兵 包含这个美国的英国的顾问 统统投入在这一个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孤足一致 当然现在大家有各方的意见不一样 像将军觉得他要顾守这个地方 但赖教授也有不同的看法说 他们应该要赶快撤离 否则的话反而是他们会变成国军棍战力 所以俄乌战争现在也在胶着 那更何况是中东 这一次泽战势力的这个决定 坦白说很多军事专家都很错愕 因为一直抓不到 他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 他打的目标是什么 泽战势力在昨天公布了 他说我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反冲区 那这个讲不过去 因为这个凹不太像话 各位观众朋友 那您想一下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 我们这个教授 他是刘二的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 不是啊 院长 对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 就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 1700多 那他现在控制区是 1000多平方公里 那也就是说 一万多分之一而已 你口袋里面有一万块钱 你掉一块钱在地上 你不一定会弯腰下来把它捡起来 当然我不是说俄罗斯不要这块土地 而是说俄罗斯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 这块土地放在俄罗斯里面真的是很小 而且是靠近乌克兰的边界 就在乌克兰的边界 这个地方没有重要的战略物资 没有看到有重要战略物资 没有重要的城市 没有重要的这个战略要地 要去控制占领都没有 那当然有人说那有何能和核电厂 你不敢打核电厂 基本上来讲 因为这个会引起这个整个区域间的公分 而且这个如果这个核电厂真的被你炸了 风一怎么飘也会飘到你的境内 这个基本上是另外一件事 好 那因此大家在问 你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建立缓冲区 大家觉得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为什么 因为刚刚虽然已经讲了 他把他的往前的道路都切断 然后他跟乌克兰连结 可是问题是他的后勤补及 要从乌克兰过来 现在俄国已经开始在用空中的方式 攻击他的后勤补及线 跟后勤补及点 所以他困在那个地方的 看起来是他占领 可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他被困在那个地方的这一万多人 你测还是不测 你不测的话 你后勤的东西上不去 你怎么办 你怎么持久战 你根本没有办法持久战 而且冬天马上要来了 他都是农村 农村的小聚落 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说 大家就一直不解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后来一般来讲就认为说 你会不会再想模仿2022年的 所谓的违魏救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 2022年俄国一打这个乌东地区的时候 很顺利 也在第一时间把哈尔科夫 乌克兰的大臣之一 哈尔科夫占领了 结果乌军去攻打盾内刺客的时候 逼着俄军把哈尔科夫的部队往内掉 结果造成这个防卫空虚 他们严格上来讲就要吃掉哈尔科夫 所以就把哈尔科夫又夺回来 那现在他的乌东的战线是紧张的 乌克兰战线紧张的 他往北打的时候 一般估计他认为 俄军会回防 往回撤 结果普丁完全不动 也就是挡在那地方 不把兵力抽掉在那地方 乌东地区继续打 目前据说已经快打到 红军村一个战略要地 打下来的时候 乌东就很少有 那个无险可守 吴老师认为 现在以哈之间的谈判 虽然布林肯一再到以色列那边去 强调说马上和平谈判就要出城了 但显然他马斯并没有要同意 有机会达成和平协议吗 以哈之间他们不会有任何的 目前短暂不会有任何的和谈 因为不要战事扩大 把黎巴嫩的政策长也拉进来 甚至我们讲更多的战事扩大 我觉得已经是万幸了 因为两边彼此的仇恨无以复加 并且都要想把对方从地表上移除 还有伊朗 对伊朗在后面也是非常重视 我们再看伊朗到底怎么样突袭 因为他不会再讲说我要怎么突袭 因为这一次他会用特殊的方法来 作为一个给他们的领袖被杀的一个交代 我还在讲这个乌东 我这个乌东蛮有兴趣的是 这个地方 大家一直在怀疑是 泽伦西他们到底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刚才两位都讲了 他除了有核电站之外 他也是天然气的中继站 这个地方是从俄罗斯要运往东欧 还有中欧天然气的一个转运的中继点 那个是加压战 泽伦西他去打那个地方 那当然他用很多重兵跟重武器去打 那许多观察家 我看这个responsible statecraft 他采访在十位美国政治跟军事学者 那当然有人就开始发表一些意见 他觉得第一个 他们很聪明的让这个全世界官员认为说 他们的战术很有弹性 而且呢 让大家对普丁的领导力画上一个问号 他是不是great leader 开始画了一个问号 第二个 在精神上面认为乌克兰还能打 还可以继续打 所以西方的援助继续加强 但是也有许多观察家认为说 这个东西很像1944年 希特勒在这个二战的末期 最后的这个 我们讲亚登森林之战 一个突出步之翼 他想要从中间切入 把这个法军 英军跟美军的切断 问题是 那个是希特勒的最后一击 他打完之后他就输了 所以他有一个学者觉得 蛮像这个突出步之翼